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謝老師的這個 introduction 我的臉都紅了 不過看到大家真的是很高興 我真的覺得今天這個演講 是我此生到目前為止我最重視的一個 talk 尤其可以跟我們學校同仁分享 我充滿熱情的題目 為什麼大家都聽得懂 因為它真的很簡單 一個媽媽說AI很簡單 一個產假她就學會了 這是真的喔 她還去參加比賽 脫穎而出得到贏牌 所以AI是真的不難 我們今天會講的東西 包括AI的過去現在未來 一定會從科普生活化的角度 來介紹AI的觀念 然後希望整個過程是輕鬆愉快開放 所以大家不要客氣 喝飲料 吃東西 滑手機都可以 那AI我覺得近代的一個里程碑 是1997年 那個西洋棋 IBM Watson 打敗西洋棋之王 然後2011年又有一個里程碑 這是美國非常老牌的一個 意志節目叫Jeopardy 那裡面就是每次都有不同類別的題目 然後不同的難度 從獎金就可以看出難度 然後主持人問問題 大家來搶答 那這整個過程 Warsen就是獨立操作 從聽問題搶答 決定哪個項目 然後問題要回答什麼 那找了兩個人來參加 這兩個人就是歷屆 比賽一個是贏得獎金最多的 一個是贏得比賽次數最多的高手跟他對比 Jick Watson 那個大家都YouTube上面都可以找到這個影片 2012年Google這手車出來也是一個里程碑 然後2016年的時候 我記得也是這個差不多這個時候 ImageNet 那它裡面就是很多很多影像 總共有1500萬張以上 分成兩萬兩千個類別 它的辨識率到了2015年的時候就超過Human Human大概只有6% 我想說我們人看東西怎麼會看不準 看看這兩張圖片 你分得出來哪一隻狗 哪一個是托把 然後再看看下一張圖片 分得出什麼是狗的臉 哪一個是Muffin 機器學習在這方面可能比人還會更強一點 那下面一個就是2016大家都知道的AlphaGo AlphaGo中間當然有個台灣之光 叫黃世傑 那我覺得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 1997年世上Dblue 就打敗蘇爾西洋棋奇王 後面的靈魂人物也是台灣人 叫做許峰熊 The Principal Designer of Deep Blue 他在唸PhD的時候就開始玩西洋棋 那不是他的博士論文喔 是業餘的時候隨便玩一玩 跟幾個同學玩一玩 然後出去比賽的時候 還會在網路上面跟人家借電腦 因為他們是批心處理 就問各個實驗室有沒有工作站 上了workstation借他 然後回來以後再跟大家報告戰機 那時候在學校的時候的1980年代 就跟蘇爾棋王在學校佔了三場 一場一萬塊美金 第一場還跟蘇爾棋王有拼 第二場就被蘇爾棋王很快的清盤 那時候許峰熊就講說 我覺得以後程式可以改進 電腦可以更powerful 我們會贏 後來真的做到 我怎麼會知道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跟他同一個學校畢業 根據USA的News跟World Report AI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anking Konic Madden是第一名 他就是我們Konic Madden畢業的 不過我是機械系的 我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Konic Madden出了不少人 今天我會好幾次聽到這個名詞 那我自己從1988年開始學AI 第一次開始看到New World Network的時候 我就深深著迷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只是30年來 我一直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就說大家怎麼都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真的是一個老兵 那不能跟現在的一些大師比您 但是確實是有一些實戰的經驗 那我自己的興趣是在生理訓號處理 Machine Learning 然後兩個結合起來 Conic Computing 然後用在醫療方面 那現在當然政府已經開始積極投入 兩岸都是一樣 然後企業界也開始誓言說 我們也要積極的參與 兩岸也都是一樣 然後也開始有產品出來 包括YouTube 都有一些實際的工具 那甚至於李開副 他也是Konic Madden畢業的 也跟我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我們大概都是1980年代後期 然後1988、1989年那個時候畢業 他說這些行業 包括我在內 我們都會被取代掉 這是不是真的 這也是今天要考論的一個議題 那我今天報告的東西 大概是分這幾個項目 那現在定義一下 我們現在整個名詞 AI是一個大領域 Machine Learning是啟動的一個子集合 Deep Learning又是更小的一個部分 那它是不是一個新科技 如果新科技的話 它可能被泡沫化 那它有可能被淘汰 那我覺得它不是一個科技 它是什麼 它是第五種方法學 那在工程分析上面 我們常常碰到一個典型的問題 就是我有一個系統 我有一個input 我知道input是什麼 我知道系統是什麼 但是up怎麼決定 傳統的方法有四種 第一個呢 靠人決定 那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我們說法律上 財務上 軍事上 運動上 很多時候重要的決定 還是靠人決定 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前輩們幫我們導出很多理論模式 包括化學反應式 包括微分偏微分方程式 還解方程式解 解到一個程度 方程式太複雜了 還是解不出來 到了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 後來我們就說 那就做實驗 該做就做 那實驗做就很貴 所以到1980年末期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Computer Simulation 到現在大家都還在沿用 那第五種方法呢 就是Data Driven Learning 它的不同在什麼地方 就好像李菲菲 的一個著名在Tag的演講所講的 我要學一個Cat 我就丟給它很多很多很多的影像 讓它慢慢去學 那大腦呢 既然是一個 1000億細胞的神經網路 那我就建一個類似大腦的 這樣的一個模組 來模擬大腦的功能 那既然大腦裡面的神經元 彼此會互動 互發訊號 那我的神經元 層跟層之間訊號 大家連結 就像這樣子 Fully Connected 密集連結 然後發送訊號 一層往一層的船 那船的過程之中 就用一個復回收的概念 這邊呢 老師提供標準答案 學生呢 提供他自己的答案 兩個答案 做比對以後呢 來做Learning的工作 那Learning的工作 怎麼學呢 其實很簡單 人的直播 不是在於神經元細胞有多少 而是神經元 神經元細胞之間的連結界 我們的Intelligence 都在那個地方 小朋友出生以後 神經元就是這麼多 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之中 受過環境的引導 爭光的刺激 它的這個網路 就會開始密集連結 然後連結界上面 就有加全值 那只要改變這個加全值 就可以改變 這個神經網路的輸出 所以透過這樣的流程 來改變 這個我們神經網路的 學習過程 那這樣子的東西 就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樣 以前我們要寫程式的時候 我一定要知道有Data 我還有規則 而且規則要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怎麼解決問題 每一個步驟都要知道 我這程式就寫不出來 然後給我答案 Answers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說 我不需要知道規則 你給我Data 你給我標準答案 我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找到規則 然後再帶到這個架構裡面 把答案找出來 那基本上它就是說 我現在不需要知道來龍去脈 我直接去掌握因果關係 所以這樣就會有個迷思 那就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那這樣是不是 一個負面思考的方式 其實不見得是 為什麼 我們學語言的時候 像我們這些 學英文的 叫被單字 被文法 在被文法以外的例外 可是 人家英文母語的使用者 他就直接學起來 那你說英文到底誰講的好 與其說 這些英文母語 像美國人 他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不如說 他把英文文法 智慧 整個語言學的這個知識架構 都已經內化成一個理論組織 然後在他的頭腦裡面 那只不過這個 這樣的一個知識架構 是我們口說語言跟文字語言 所沒有辦法充分描述的 所以有時候 知其然不知其所有然 反而是更完整的掌握 我說有時候 那 來看一個簡單的歷史 這個歷史 一定要回顧一下 因為 有學有類 有愚蠢 很多人會認定 人工智慧是不同的人 我個人認為是 Ilan Turning Ilan Turning 那時候定義了什麼 叫做人工智慧 就是說 在一個螢幕後面 有一個電腦 有一個真人 然後我在前面猜 如果我猜不出來 哪一個是真人 哪一個是電腦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人工智慧 叫Turning Machine 他不但是在人工智慧上面 很有成就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還幫忙破解納粹密碼 他的故事拍成很多次 都拍成電影 最近一部的是Imitation Game 還蠻不錯看的 雖然是戲劇化 那故事還蠻悲慘的 就是他只活了42歲 那為什麼 因為他後來被英國政府抓到 同性戀化學去世 然後他咬了一口自己 準備的毒蘋果 然後就走了 所以Apple的logo到現在還是缺一口 那Apple當然是不承認 跟Turning有關 不過我們大家都認為 他就是講Turning 那1956年 算是AI的另外一個開始 那時候劍橋五叢 這本書有講到 就在Don Moss那邊有開一個會 各路大師 這個Shannon也很有名 是我們Signal Processing的 開山組織之一 那MIT人工實驗室 巴巴巴這些人 還要待會兒看 Rosenblank Herbert Simon 我特別要談到 這個我母校的老師 Herbert Simon Herbert Simon 他原來是做公共行政的 我唸公共行政的那個 謝謝 我唸公共行政的那個 這個同學跟我講 他寫的這個行政人那本書 永遠是他們那個領域 Reference是那邊的Top 10 那他公共行政做一陣子 就覺得要換一行 去做念經濟 然後就得到 Nurbel經濟學獎 然後他後來呢 又決定做人工智慧 變成人工智慧之父之一 然後他還是 美國心理學會的 終身成就獎得主 一個人一輩子跨很多很多領域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他還在我們學校 很open喔 你只要跟他 make an appointment 都可以跟他 talk 那時候呢 有兩種說做電腦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說 搞清楚 我們腦裡面的符號跟規則 然後不必管腦長得怎麼樣子 那我們就繼續發明新的符號跟規則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要做大腦的功能 就要先來做大腦的硬體架構 它的運作方式 然後要從模仿它開始 來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當然是這一派勝利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電腦算是這一派 那這一派為什麼會失敗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當初的硬體軟體 沒有辦法模擬大腦 那另外一個原因 是當初推出來的類神經網路模式 功能不夠 那它怎麼做 這是我的input 從A1到AK 都很簡單 都很簡單 然後A1乘上W1 A2乘上W2 AK乘上W2 K再加一個常數 這個小學的數學式子 初中高中也都看過 然後出來一個Z 那這樣就是一個類神經網路 或是神經文的模式 Rosenberg Model 那這樣的Model呢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用它來做 比方說分成橘子跟蘋果 然後用兩個特徵變數 一個是我們說顏色 一個是紋路 那它能做的東西 就是畫一條直線 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蘋果 跟很多很多不同的橘子 分出來 那如果你的分佈的狀況 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就像這兩個MIT的教授 寫了一本書叫Perceptor 我們圖書館都還看得到 他說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 像XOR這樣的問題 就分不出來 XOR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兩個點在這邊 兩個黑點在這邊 兩個白點在這邊 這個你就是沒有辦法 畫一條線 除荷漢界分成兩邊 那就畫兩條線就好了 不是嗎 其實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子 卡了大概30年 Research都沒有動 我不騙 2030年大家都不動 紋路內過 到了1970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 誰寫紋路內過誰就死 後來大家發現大腦很複雜 不是那麼簡單 1000個神經元 把它稍微複雜一點 就剛剛那個架構 但是後面加一個函數 這樣它做一個轉換 好不好 那這個函數有什麼用呢 這函數 基本上就是一個 transformation的動作 就是我把這個問題 從一個空間 轉到另外一個空間 比方說 原來問題在直角坐標系 很難處理 因為它就是一個圓柱體 那我就轉到圓柱坐標系 Silentrical coordinate session 就好了 換到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問題本來很難分 到這邊一條線就可以搞定 所以如果這邊有兩個input 這兩個output 就有可能 我的input space 兩個類別的分布是這樣子 到了我的feature space 經過轉換以後 當然空間一條線就可以搞定 那可以搞得更積極一點 就是說我幹嘛放兩個 我放三個好不好 那放三個的意思就是怎麼樣 就是原來的data 就在二維空間分布 我現在變三個以後 就變成三維空間 就好像在一層樓上面 大家擠在一塊 我就把它分成兩層樓 二樓跟一樓 大家可以分開來 那不是很方便嗎 那data就更好分了 那幹嘛只放兩層呢 我們就放很多層 蓋個高樓大廠 對不對 那就可以容納更多人 那這個概念 就好像我們這個 行政組織架構裡面 分層 最上層 第二層 管理階層 總統院長 部長 局處長 一層一層分 那就要分層負責 那分層負責的意思就是說 上面有一個意志力的時候 它有個政見 想要施行的時候 下面要做什麼事情 每個人應該要知道 那時候呢 1980年代的一個突破 就是有個演算法 叫做Bad propagation 它把錯誤的訊息 從上面一層一層傳下去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一千一個 腦神經細胞 每個細胞怎麼知道 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演算法告訴我們 訊息傳過去的時候 每個細胞都會知道 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1980年代 我在美國的時候 就有一個突破 就是Bad propagation這個演算法 不過真的很愚蠢 為什麼 這個演算法算是 類神經網路今天 動力的一個演算法 它在哈佛提出 博士論文的時候被reject 所以這個演算法不夠看 只能當錯誤論文 那後來大家想說 既然是分層負層 那是一層還是很多層 假設我們說連結件一樣的話 就是說它要是矮胖的 還是高瘦的 那當初的想法 類神經網路為什麼會 跟其他人工智慧比起來 它會 可以路走得遠 最重要的是有個數學定理 這個數學定理告訴說 你只要一層類神經網路 那只要神經圓的數目夠多 你的演算法 能夠掌握 這個連結件 應該是什麼值的時候 任何的 N微到M微度之間的 映射關係 我的類神經網路 都能夠模擬 而且重點是 只要一層就夠了 那你就把它想像 就像看Terminator 2一樣 那個壞Terminator 它可以隨時變形 愛變成什麼樣 就變成什麼樣 類神經網路也像這個樣子 它可以隨時變形 像個百變變形蟲 可以模擬任何的映射關係 前提要是連續的 但是那時候 1980年代的時候 類神經網路 剛開始也是很夯 過一陣子又沒有人理了 有個原因 就是大家想見很多層的時候 發現都不太Walk 為什麼 它出現一個叫做Vanish Gradient Problem 就是我把誤差訊息傳下來的時候 這個訊息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到了下層的時候 基本上就無感 好像人類社會也是這個樣子 校長有很強的決心 到了學生的這邊的時候 這個訊息就好像聽不到 那所以上行下校這件事情 當初就是不Walk 就完全失敗 到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 就搞什麼東西 好好笑 就是說我們這個Decision Boundary 這個畫下來 一邊一邊的這條線 我們來玩一玩 它到底要怎麼畫法 不要畫這樣子 也不要畫這樣子 我們把它畫到正中間 好不好 就找到最好的位置 為什麼要找到最好的位置 因為正位置在兩邊的正中間 所以不管是紅色 或是加號的綠色這個東西 萬一因為實驗有些誤差的時候 它不會落到錯誤邊 比較不敏感 當初這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在做這樣的東西 到了後面 大家還是想看大腦的運作 大腦運作的時候 訊號還是一層一層一層在傳 常常會涉及到五到十層 那既然大腦是這樣運作的話 應該有道理 所以2006年這邊就有所突破 就出來了 大家常常聽到的深度學習網路 那深度學習網路 最大的不同 其實還是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我原來沒有半層 是不是後來加一層 現在我就把它加很多層 那只不過演算法有所突破 那加很多層以後 代表的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見數又見零 如果我們把一個影像處理 類神經路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每層輸出的東西 是從這個影像裡面的 從微觀到聚觀 見層式的把資訊萃取出來 那舉個例子 比方說這邊有很多人 我們就要把它每個人都認出來 先分大人跟小孩 這個好分 那一樣是大人要分男生跟女生 這要看的細節就不一樣 那一樣是女生你要分他 有沒有生過孩子 那一樣是女生你要分他 是第三代第二代還是第一代 你會發現分這些問題都在分人 可是到不同層次的時候 你要看的細節就不一樣 所以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它把這些資訊破解開來 真正的分層負責 從微觀到聚觀 一層一層的破解 然後到最後微觀跟聚觀的資訊 再到最後一層做全盤式的整合 那所以這個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從剛剛這個快速講過以後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個愚蠢的歷史 就是為什麼愚蠢歷史 從頭到尾70年來 基本上就是從一層變到好多層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不是像這些科學家 相反的我覺得這些科學家都 剛剛講了幾個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像英雄人們一樣 而是我們這個AI的feel 整個AI的feel 包括我小弟在內 碰到困難以後就放棄 碰到困難以後就放棄 然後等等回頭看的話 這個困難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只是看要不要嘗試而已 好那我們先來看 類神經網路到底可以替我們做什麼 功能很多 但是基本功能永遠都是 大致上就是兩種 一個叫做分類 一個叫做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function approximation 基本功能就是 我有一個職域 我有一個定義域 我做中間的 我有一個定義域 我有一個職域 我中間做一個mapping的功能 類神經網路就是模擬 多形式的mapping 所以它兩個功能就是 classification跟 function approximation classification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不同的類別 找一個決策邊界出來 decision boundary 儲合漢界 一邊一國 然後 approximation就是說 我做實驗 找到很多實驗資料 然後我希望 把次變數跟陰變數之間的 這個函數關係找出來 舉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 我自己以前常常玩的 也可以有一個 How old do I look 你可以把你的相片送上去 然後它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男生女生 這叫classification 第二個呢 它猜你幾歲 這叫function approximation 以前常常玩 因為會有一些虛偽的成就感 最近都不太晚 送上去以後 怎麼那麼準啊 那這個東西可以非常有效 比方說Google 2018年就有個 Google Fluid Tramps 它預測流行病的這個爆發程度 擴散的區域跟人數 那以前這個東西都是苦工夫 你要靠基層醫療院所 大家的回報 那它現在不必 它就靠大家的關鍵字 因為我發生感冒 我就會Google 那Google就發生一個演算法 然後呢 這是CDC 美國疾病管制局的數據 紅色線 藍色線是它的固測詞 因為發現都很準 一直到2013年才不準 那2013年不準 人家說是因為Google改演算法 如果你問我的話 Google是故意不準的 為什麼 因為它怕 它怕 我們怕它 真的 所以它現在都不 我都沒看它Publisher這個東西 如果它都知道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生病 它可以炒作股票 對不對 某些藥產出的某些藥 它可以先買或先放空 類似這個樣子 那回到Classification這個問題 AI當它做分類的時候 我就會想 它就說這個有病 這邊沒病 它的輸出到底代表什麼東西 這是從數學的倍式定理 它告訴你的就是說 當我這樣子的資訊出來的時候 這個樣本屬於某個類別 它的機率到底有多大 所以它給的是一個條件機率值 然後會是這樣的東西 都是因為它有數學證明 只要你類神經網路訓練成功 類神經網路就是給這個東西 所以它可以走得久 就是因為它後面的數學基礎 非常非常的扎實 不像其他的人工智慧的基礎 有的都是經驗法則 那經驗法則 你就不知道它會walk 還是不會walk 它有點像statistics 但是它跟統計學不同 它的學理很多是從統計學出來的 但是統計學基本上有個千天的限制 它只做什麼 population跟population之間的比較 有次我這個樣跟每次我這個樣 壽命的比較我可以比出來 但是我講的是平均壽命 但是如果對任何一個特定的患者 統計學基本上不提供這樣的答案 它做的是population跟population之間的比較 但是machining它就可以把它延伸到individual 每個人我就判斷 所以大家才會聽到一些personalized precision 也就是精準醫學這樣的名詞 大家說這個商機湧現 那雖然說類神經網路提供的答案 都是mathematical possible 但是中間還是有個challenge 先講一下 我們三點的時候準時break 然後十分以後再回來 好不好 四點我保證我一定準時下課 不會耽誤大家時間 那touch challenge是什麼 在做類神經網路 傳統上需要三個元素到位 第一個是資料 第二個是特徵 第三個是演算法 那在training上面 基本上我就希望我類神經網路的輸出 跟我理想的黃金標準答案要一模一樣 那不一樣的時候就有誤差 那我希望這個誤差的平方核是最小 那我就希望說在這個誤差函數上面 我能夠找到它的最小值 那我就不斷地調整類神經網路的值 那但是呢最小值常常有很多個 常常我們找到的是相對這小值 不是絕對這小值 那有時候會卡到一個這個地方 就是怎麼也下不去 要走很久很久很久才有可能下去 所以到目前為止 要真正把類神經網路 透過數學演算法算得完美 沒有人有把握 那所以training 訓練類神經網路這件事情 還是相當相當困難的 第二個是data quantity 來看一個不好意思 curve fitting問題 這邊呢有若干的實驗的數據 我呢基本上要找一個點 把這一點的連結起來 那這個綠色線找出來 就代表我因變數跟次變數之間的函數關係 比方說以後我就可以靠溫度預測濕度 我就可以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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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這個金融行情來判斷 我的股票會升還是變 類似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用的是一個直線 那做出來的模式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效果當然不好 所以不要用一階多像式 用高階多像式 用三階多像式好不好 欸效果也好一點 我就會變得越來越彈性 我就用了一個九階多像式 你會發現每個點我都顧到了 但是呢跟真正我要模擬的函數相差很遠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出現一個現象 我這個學習工作不是真正的學習 我是在memorization 就像做1000題1000題的我 我都會來1001題 因為我沒有長到解題的真正觀念 所以我給的就一定是不對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把數據剛剛只有10筆 我現在變成15筆 你會發現這紅色線就好一點 給100筆 哇那就太好了 幾乎都很漂亮 那這告訴我們兩個東西 這是big data的概念 big data的概念在什麼地方 再說 如果你data夠多的時候 你對你的data品質的要求可以降低 你會發現這個藍點沒有 基本上沒有一個在綠色線上面 那事實上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誤差 那只要你資料夠多 然後這個收集資料的過程之中 沒有系統性的錯誤 這些隨機誤差就會相消掉 這個big data的第一個重要性 那另外一個困難度就是 data variability 在做類似網路訓練的時候 不要說要訓練一隻貓 貓有千奇百怪 各種品種然後各種知識 所以就要有很多很多的data 這又是big data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個是data labeling 就是每個data我都要有答案 這黃金答案怎麼來 比方說講自走車這件事情 待會我們會談到自走車 還會再談到自走車 那這樣子一個場景 轉換成電腦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看成哪邊是天空 哪邊是建築物 哪邊是標杆 哪邊是號次 那誰要標 人工標 真的是人工標 所以就要外包出去 那個data多得不得了 所以本來以為自走車是一個勞力 技術密集跟資本密集的產業 現在發現它是一個勞力密集的產業 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待會我們還會再談到這個東西 那第四個 這也可以告訴你 人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data characterization 我們剛剛講到 machine learning的三個元素 data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feature 第三個就是arquis 那data calculation就是說 我的data來了 這個data我到底要怎麼呈現 用什麼樣它的特徵 作為我判斷的依據 那如果我找到好的特徵的話 除和換界兩個類別分得很清楚 否則就這樣子 黏在一塊 那特徵的等級 我把它分成三類 第一個就是原始數據 第二個是專業知識 第三個是專家見證 那原始數據就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自圓辨識 就大家常常要寫這個有利區號 然後電腦來判讀 比方說拿一個2 machine來判斷 看看它是不是真正的2 那做法是怎麼樣 比方說這是我手寫的一個字 那手寫的字以後 我把它電腦嘛 就分成很多話術 那有的話術有被涵蓋到 有的話術沒被涵蓋到 就這麼簡單 那有被涵蓋到的叫做1 每一個沒被涵蓋到的叫做0 那比方說寫字下來 我這個字元 我電腦裡面是256個話術 好不好 16乘16 然後就256個0跟1 然後會對應到0到10 0到9 10個阿拉伯數字 然後直接丟給它 然後電腦去學 那就是從256維度的空間 轉換到10維度空間的一個映射關係 那大家寫的風格都不一樣 但是對不對 1有千萬種寫法 2 3 4 5 6 7 8 9也是一樣 但是就交給它data去學 那這個就是我判斷的依據 這是我的特徵 這是原子資料 那另外一個呢 就靠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醫師 這是很早以前 十幾年前做的東西 惡性 腫瘤的叛毒 這是肺癌 那肺癌這個東西 就用CT掃描出來以後 再把它切割出來 那切割出來以後 希望判斷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醫生有時候看也是 看了也是魔力兩可 那所以希望交給電腦來判 那叫一些domain knowledge 那我就問醫生說 你怎麼看呢 他說這座教科書超出來了 越大越可能是惡性 但是不是絕對 那同樣呢 教科書還會講說 你看它的概化程度 概化程度就是 已經慢慢變成骨頭了 然後CT已經上面看得亮晶晶的 還看它的形狀 包括像這樣 憑良心啊 這座教科書上面的東西 我做了那麼多影像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就是不出現 這個就是示範歷史 那有的東西是 比方說它一半是這樣子 另外半邊是這樣子 那到底怎麼算 那就用工科方法算 我們工科就有很多的點算法 是算形狀的辅長度 算大小根本不是問題 算那個概化 用textual的方法去算也不是問題 就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然後建一個類型去網路 然後這個呢 就是需要醫生的domain knowledge 所以專業知識很重要 那現在呢 回到deep learning的時代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可以都不必做 我就把這個影像資料 直接丟給類似 那個deep learning的網路 deep learning的網路呢 它同時在feature extraction 跟classification 這兩件動作 就是特徵它開始自己找 它會用各種濾波的方法去找 然後呢 到底怎麼找找的特徵對不對 無所謂 反正找不對再調整 找不對再調整 它跟分類器的參數 跟特徵的確取 這兩個工作呢 二整合為一 同步處理 所以現在有時候 這個像處理腦波訊號 真的是比以前輕鬆多了 我以前做處理腦波訊號 就找這個腦波訊號的各種特徵 頻普特徵 食慾特徵 現在就說原始波形是怎麼樣 就直接丟給你 它還真的分得出來 而且分得比以前好 這個是deep learning的最主要貢獻 它把feature extraction 這個東西整合起來 但是這不代表deep learning 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第一個用這樣子的東西 練神經網路常常會大到不可思議 比方說底非非他命的類神經網路 光是神經元就超過2400萬個 然後要調整的參數超過1億個 真的搞很久 另外一個特徵 這個是最重要的 也是人類價值的所在 就是專家的見解 專家見解 比方說tech這個cock Are you a giver or taker 在一個組織裡面 就希望giver越多越好 taker越少越好 講是很簡單 但是怎麼辨認 他說他輔導過 不知道多少家的企業 然後他建立一個非常簡單的法則 把組織裡面 這兩種人鑑別出來 就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Can you give me the names of four people Whose careers you have fundamentally improved 你真正幫過的人 讓他能夠改脫換面 給我四個名字 那他說 Givers are more likely to name people who are below them 他就是講自己的學生 自己的部署 自己管過的人 那taker通常是講老闆 喪失 喪成的人 那這個都是就是很簡單 但是類神機網路更有不可能做 但是可以直接打到其存 再講一個比較輕鬆的例子 這個假設有時候家長會打電話到學校去 那因為做聲音記錄比較好記憶體 所以做文字記錄 那你有辦法從文字記錄裡面看出來 是媽媽打的還是爸爸打的 那內行人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很簡單 你只要看最後通話 他說只要是媽媽打的 再通話的最後一句一定是 你千萬不要跟我的小孩講 我有打電話過來 男人就不會 但是每一個媽媽都會講 你千萬不要跟我的小孩講 我有打電話過來 那這就是最簡單的 直接打到七寸的特徵 那我們做Machine Learning的 朝思暮想的就是希望 能夠找到這樣的特徵 因為儲和焊接一下去 東西都清楚 那這就是人的專業 電腦永遠沒有辦法取代的地方 好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那這個東西就推著 你可以看出來說 什麼樣把Machine Learning 跟我們的專業結合是很重要的 這是想說 Can you really tell if a kid is lying? 小孩子說謊 我們到底分得出來分不出來 所以他就做很多測試 那做測試他就找不同行業的人 包括大學生 包括law students social workers judges 海關 甚至於警察 甚至於父母親 別人的父母親 或自己的父母親 猜對的比率都是50% 所以小孩子說謊 事實上我們是判斷不出來了 千萬不要覺得 我兒時的爸爸媽媽 我一定猜得出來 沒這回事 基本上測試就猜不出來 那他怎麼猜呢 結果他發現人的臉部 上面跟別的地方一樣 都有微血管 他可以用特殊的相機 看到微血管的血流分布 然後發現小朋友說謊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 血液會往鼻子集中 血液會往鼻子集中 然後呢 根據這個影像 再加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來判斷小孩子說謊 那正確率就可以從 瞎差的五成 大概到八成五左右 那這個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個 以後政治人物辯論的時候 都讓大家 都讓這個影像技術 看誰鼻子有在變紅 希望是這樣子 但是呢 就知道說你說 做machine learning這個東西 其實sensor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樣取得資訊 然後專家的見解 知道說有微血管 看血流的分布 然後我知道用這個感測器 這個這樣的整合 才是真正高竿完整的 絕對不是把資料直接丟進去 然後就等成果 沒那麼簡單 那所以要用AI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 dominology一定要有 任何領域的專業知識 一定要有 那另外一個呢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AlphaGo會引力 因為有黃世杰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 維期高手 所以Facebook 事實上有在發展維期 他跟不上Facebook 就自己講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像黃世杰這樣子的 維期高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千萬不要覺得 是東西做出來 就可以把它放在那邊 他跟所有的高階系統 都一樣 需要持續的維修保養 舉個例子 比方說信用卡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防盜刷 大家常常會收到更有訊息 事實上我們大家的銀行 都有在國際上 跟某些公司簽約 用他們的防盜刷技術 至少有11家 11個company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防盜刷技術就怎麼樣 因為永遠是 到高於死磨高於障 倒刷的技術 不斷會再翻新 所以這些公司就會 不斷收集 新的倒刷技術的資料 然後更新他們的類神經網路 所以這是一個長程的過程 一定 一個類神經網路 一定需要持續保養 跟人一樣 人可不可以大學畢業以後 就不必終身學習 教授都沒辦法 就一般人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State of the Art 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寫程式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喜歡 其實真的不難 我叫我學生 我們機械系的 我是機械系的 我們不是自工系的 寫程式我們根本就不行 那我說學Deep Learning 被老師逼得就非學不可 大概一學習就可以上手 那我講的是 就用Python 用TensorFlow這個東西 那當然不是高手 但真的一學習都高手 那你要知道說 它其實是一個流程 意思就是說你要先取得Data Data要做前處理 然後才是演算法 然後要測試資料 然後要想辦法怎麼做後處理 然後看看哪些資料 是我們現在類神經網路 Machine Learning 所不能掌握的東西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這些腫瘤 每次惡性都被我判成良性 我要抓住這些 我搞不定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流程 所以其實上它是一個工藝 它是一個半技術半Art 我絕對不騙 它是半技術半Art 那在真實事件裡面 要運用它有一些Difficulties 有一些困難 我自己對醫療這方面比較熟悉 所以大部分就沿用醫療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儀器校正 意思就是說 比方說CT影像照的時候 那個成像請進請進 成像的參數都要叫條的一模一樣 否則同樣的CD影像 看起來就會不同 那Machine Learning 就是學習的都是細節 這個細節有所不同的時候 演算法下去處理的時候 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是人際差異 人際差異就是說 像腫瘤或是所有的生理訊號 還有很多我們的行為模式 大致上是大同小異 但是就好像這個腫瘤訊號一樣 這個小異的部分 就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不要說心跳什麼是正常範圍 正常值 就沒有正常值 它有一個範圍 血壓也是一個範圍 都是一個範圍 但是這個範圍裡面 總是有相對的優劣 那這個就很難定義 那另外一個是變動比例 變動比例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好像結婚的成功率 在美國大概是 離婚的比例大概是五成左右 但是條件機率要看更細一點 第一次結婚的話 第一次婚姻的失敗於四成一 那想說換一個人可能會更好 第二次婚姻成功率 離婚率是60% 第三次就變成73% 所以越到最後 我每次都跟同學講 所以找第一個老婆很重要 不要想第二個第三個 第二個第三個不會更好 一定要一次就解決 一定要成功 那這樣子比例就不同 如果我要做一個類神奇網路 來說 這個我的夢中情人 我認為的理想伴侶 到底有沒有辦法 跟我施守到了 那我就要考慮 是第一次婚姻 比方說這是兩個類別 它的機率分佈函數 那我就想說儲和案件 我的點就卡到這個地方 比方說這是生病人的血壓 這是健康人的血壓 那就把點放在這邊 那這樣子是不好的衣足 這邊是健康的衣足 但是如果生命的人數變多的時候 你要達到最佳的分類結果 你會發現你的抵氏菌 boundary 就要改變 所以比例變動 決策的值就要變動 但是食物上面很少人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自己實驗室有發展一些技術 專門來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叫做稀少類別 這稀少類別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類別的量 天差地遠 差非常非常多 為什麼這些美國人 白人看到我們 以前就叫我們Bruce Lee 現在就叫我們Jeremy Lin 因為他亞洲人就認識這兩個人 對他們來講 每個臉孔看起來都一樣 你知道嗎 那我小時候平良心上 每個黑人我看起來都差不多 現在瘦山門 每一隻猴子我看起來 我也覺得差不多 就好像跟牛一樣 我們大部分都覺得它差不多 所以要人工智慧 就可以做一個流年辨識系統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亞洲人看得少 所以我們人 在辨識這張臉的時候 白人他就會 能力就會差很多 那所以樣本不夠 是會造成問題的 那反映在疾病身上 就是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 按照歐盟的定義 就是一萬個人裡面 只有五個人有這種病 所以它的比例值非常非常低 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五個人 都是正常 那但是罕見疾病 因為有七千多種 所以在美國 平均每十個人 就一個人 受到罕見疾病的傷害 因為他而受苦 而且他們藥非常非常少 每二十個罕見疾病 只有一個有藥可以醫 那小朋友呢 三成五的死亡 都是因為罕見疾病 那這個是 我舉個例子 這是食物上碰到的東西 我也是跟高一的這個 副院長在談肌尾症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個小白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是基本上是OK的 可是因為他先天基因的缺陷 到了一定的年紀以後 就開始慢慢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基本上沒有要醫 但是早期診断 早期發現 然後醫療行為妥善的介入以後 絕對可以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問那個醫師 就說 中醫師 那你怎麼判斷 他說 因為他是這方面的權威 所以基本上 大家發現以後 Case都會往那邊集中 他說 我基本上只叫他做一件事 就是這樣子 然後站起來 那好 我說這樣站起來我懂了 那你看他看什麼 那你看什麼 他就笑著說 袁老師啊 你看一百個這樣的小朋友 你就會看 就這麼簡單 那問題是 因為他產生疾病 所以絕大部分的醫生跟我一樣 從來沒有機會看那麼多小朋友 那這樣的小朋友 送到被一般醫生看到 他的病情可能就會延誤 所以少數這樣的問題 就是比例失衡的問題 事實上在實際生活之中 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因為以後大家都會擔心 我們要跟AI競爭 那我們就要看看 我們跟AI的優勢 相對的優劣 AI有幾個優劣 AI的優勢先 我們先講 敵人比較強的地方 優勢的地方 大家大概在這邊 速度就不必講了 電腦永遠速度比我們快 另外一個是記憶 那記憶有關係嗎 舉個例子 這是微軟開發的一個系統 手機拍照就知道路邊的花明 他就是你拍個照 手機進去上傳 雲端 城市碰雲端 然後他用了80萬筆花會影的影像資料 正確率可以達9成 比我一般人還要高 我們人哪有辦法記那麼多花 對不對 生活紀念或是大腦的記憶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贏一方面是 他的記憶基本上是無限 80萬筆花每一朵花他都記下來 然後都可以作為他比對的基礎 那另外一個就是多變數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Machining真正的優勢所在 多變數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的變數很多的時候 這個變數跟變數之間 彼此的互動關係錯綜複雜 我們人就沒有辦法掌握 心理學有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變數到什麼地步 大概超過三個以後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辦法掌握 變數跟變數之間的互動關係 因為我們視覺大概就在三維空間 到了四個五個六個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掌握 可是對Machining的東西來講 這個不是問題 你多少個變數 基本上都不是問題 另外一個是多模組 多模組的意思就是說 生活中裡面有一句話 就三個臭皮像可以勝過一個 諸格量 那2018年號稱 每一個旗艦的智慧型手機 都可以內建AI晶片 所以以後的普世話 AI晶片至少從硬體的角度來講 不是問題 那這些AI晶片可以組合起來 我可以訓練很多類神經網路 然後叫他們投票 那統計學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投票的結果 比各單一類神經網路 判斷的結果會更可靠 所以以後他們還可以 跟我們打群架 那我們大家就會擔心 就好像這個報導講了 2030年81人會丟掉飯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看看 那我們跟它比較 我們的優勢在什麼地方 AI有什麼地方是比較弱的 基本上分成這四項 第一個 AI沒有嘗試 沒有嘗試怎麼講 就是common sense 其實這個一直都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一個死穴 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怎麼突破 這個對話 這是在哪對的踢球 法國對你們羅馬西亞 老婆就問是亞洲杯了嗎 不是跟你講法多跟羅馬西亞 羅馬尼亞嗎 歐洲杯 台灣在哪裡 不是跟你講歐洲杯了嗎 跟你一樣在看電視 為什麼不去踢 國籍總不讓去 因為詐騙集團嗎 這句話換成我沒有嘗試 我就不懂為什麼我老婆 跟他講他說 這個詐騙集團 這個我沒有嘗試 那是因為水準太差 不是有林書豪嗎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通過這樣的例子 你可以知道說 要進行一個非常通俗的conversation 你需要的background common sense有多少 那你怎麼把這個common sense 把它補全 很難建一個common sense 飼料庫 那再舉一個實務上的例子 這是我被人家拷倒的 一個老教授就拷我 他說早年他們在台電 在深山裡面 做建一個水利發電的基礎 然後到那邊看到一個這樣的橋 然後16輪的大卡車 載了一部大型的基礎 到那邊就很擔心 這個橋會不會垮掉 那工程師嘛 就用材料力學的方法來算一算 會不會垮 算出一個非常要求的答案 那就是可能會垮 也可能不會垮 就剛好在那邊你知道嗎 那個老教授就考我 言成文你怎麼處理 把基礎拆掉 然後到對岸再重處 那被那個老教授嘲笑 那基礎都是原廠的 誰敢拆啊 拆了以後保固就沒有了 拆誰敢保證到後面 還可以拼起來 然後功能都一樣 他說你到底是不是工程師 連一個工程師的常識都沒有 很簡單啊 用牛車 幹嘛用16輪大卡車 山裡面什麼沒有就是有牛車 所以用牛車把它載過去 這叫engineer的common sense AI沒有這種common sense